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囊 我是Vican Wynman 今天先来来看看欧美股 时间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跌近2% 联储局主席白威尔表示 通胀风险上升 是时候放弃暂时性通胀的说法 要考虑加快缩减买债计划 另外 投资者关注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 莫德纳认为现有疫苗应对有关病毒可能无效 再度触发避险情绪升温 道歧斯指数一度跌超过700点 收市跌幅收窄至652点 收报34,483点 跌幅1.86% 标准普遍500指数报4567点 跌88点 纳斯大核指数报15537点 跌245点 另外 由价格挫脱类能源股表现 旅游、航空、酒店和餐饮等股份受压 由于忧虑疫情恶化 疫苗制造商个别发展 莫德纳跌超过4% 强新和辉税升近2%或以上 接下来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个别发展 汇控ADR报43.17,升0.51% 腾讯报455.77,跌0.79% 阿里巴巴报124.3,跌2.35% 美团报236.85,跌0.48% 中文寿报12.73,跌0.89% 中石化报3.41,升0.04% 中石油报3.39,跌0.08% 接下来 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股市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059点 跌50点 法兰海福特指数报15,18点 跌180点 巴黎剧指数报6721点 跌55点 接下来 商品期货表现 国际油价再度急卸 英美旗油曾创8月以来的新低 伦敦布兰特旗油低建每桶70.22美元 跌幅大4.4% 收市报70.57美元 跌2.87美元 跌幅3.9% 纽约旗油一度低建每桶64.43美元 跌幅7.9% 收市报66.18美元 跌3.77美元 跌幅5.4% 接下来 金价 内围金价回落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发表鹰派言论 拖累金价回套 由于对Omicron变种新冠病毒忧虑 而一度带来超过1%的升幅 纽约期间收报每盎司1776.5美元 跌8.7美元 跌幅0.5% 总结11月累计跌0.4% 现货金低建每盎司1768.9美元 跌幅达0.9% 在纽约美市徘徊在1772.2美元附近 跌幅稍微收窄至0.7% 接下来 美元回价 美元指数跌穿96水平 低建95.544 跌幅近0.7% 美市跌幅收窄至0.3% 徘徊在95.9%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.797 日元113.374 欧元1.132 英镑1.329 瑞士花囊0.921 家元1.276 欧元0.713 楼元0.682 接下来 美国国负债券息率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报1.49 30年期债券息率报1.83 接下来 和大家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3613点 升任142点 国负资数升44点 报8,413点 但市成交暂时有149亿 这个玩家节就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要财MoneyHunter 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775.15美元 买出价1775.41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2.791美元 买出价22.822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请不吝点赞